所以美菲联合的这个军演呢 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出动海马寺在菲律宾领海 模拟集成军舰 这是在针对哪一方吗 而小马可是 赖老师你看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望远镜在那看 其实要看就看 特别还举起望远镜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还坐进海马寺这乘客座来听解说 再登上检阅台 那这个呢也变成了 就让小马可是 变成了史上第一位拿着望远镜 亲自视察美菲军演的菲律宾总统 不过说真的 海马寺有点lots up 因为什么呢 美军有一辆海马寺火箭炮 他发的六枚火箭弹 怎么全部都脱把呢 这个其实真正的演习 你要100%的命中 除非说军队的训练真的非常好 军队训练很好 也包括你的所有的炮弹的 维护养护作用 要非常好 那为什么小马可是他要拿这个望远镜看呢 因为他是在打在12海里内 我们都知道12海里就领海 它的是22.2公里左右 那因此这次的把船是在20公里 所以他只要在高一点的地方 因为在水平面嘛 他拿望远镜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这一次中是打在领海 坦白说这样的一个防护射击 或者说一个领海内的一个保护射击 肩并肩 你要把它延伸到说是对于解放军的一个动作是大可不必了 因为第一个解放军没有理由也不会去占领菲律宾 除非你菲律宾去攻打挑衅中国大陆 那你挑衅攻打中国的领土 那中国当然就会攻打你的领土嘛 那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解放军怎么会打你的领土 那不会打你的领土 你在你自己的领海内 举行这个导弹的一个射击 坦白说多此一举 美国人他就要演戏 那就大家就演给他 就演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小马可是就是演给美国看的 那演给大家看一下说你美国人就好好演嘛 那演个落叉的 就演个打不到的这个海马士 那就让人感觉到说 原来买了400枚海马士 台湾不是也买吗 我们是买了那个鱼叉导弹 那最近也想买这个海马士 原来买了以后 假设你买了100枚 能不能开用率能不能达8成 也要考虑一下 因为很有可能到时候在演讯 或者是真正在作战的时候 还很大的打不到 然后例如说因为训练不够精良 二方面可能保养的不够好 三方面可能太紧张 描准不够 第四方面可能被电池战的关系 哎呀反正可能到最后 开用力不到一半有可能 对啊可是靶剑没动啊 哎寒冰 所以怎么会出现这种场面呢 这不应该是美飞所乐见的吧 尽管只是军事演习 不是真打仗 可是居然会通通脱靶 其实你说脱靶个几枚 我觉得是很正常 但是一起都脱靶 那就是有问题了 表示他本身 不知道是装备保养的问题 还是其他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要赶快去研究 不然的话这样很拉残 因为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带 是很贵的火箭带 所以没有中就很丢脸 那乍了我觉得很奇怪 他去瞄准靶船 所以他一直打船吗 你要知道海马斯虽然有导引能力 但是小范围的导引能力 那船在海上是到处跑的 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打 所以他的战术想定 是对方的船定在那边不动给他打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船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就是完全是表演性 值大于一切 那大家真的看看就好 就是虎一般的老百姓不懂军事 就是让大家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 可以学以前清朝的时候 你再把从上面直接装炸药就好了 对啊到时候你社主角碰他自己爆了 大家都很高兴不就好了吗